鞋子 鱼肉 我们现在第一个模块是按照这个小瓶子调好的 化妆掩饰一下 小瓶灌装完之后 我们现在灌装大瓶的话 就高度调节一下 高度调节好之后 选择选择第二个模块 锁定 现在讲一下这个机器 参数怎么设置的 然后这边这个按钮的话是左右是移动的 移动这个位置 就是说去看哪个是调哪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灌装的时间 然后下面这这行的数字是灌装的间隔时间 就第一次灌完之后 灌第二次的时候是隔了多少时间 然后这个是灌装的速度 这边就是电机旋转的速度 速度的话控制它灌装量也是有影响的 转的越快它灌装量就越大 然后这个设置完之后 你比如说这个是零 现在红灯在这边 按一下圈圈 好 这是第二个参数 就是说第二种瓶子可以再继续设置 设置的时候 按照这个第二个黄色的按钮 然后等它灯闪烁的时候就可以进行设置 设置的话 这参数像这些字都是一样的 这个还是电机的转速 这个是灌装的时间 这个是间隔的时间 然后这个设置完之后 我们可以设置第三种瓶子 这个要先确定一下 设置完了确定好之后 再按圈圈进入下一个参数里面 每个参数这样子反复的去设置 设置完之后 我们选择 你比如说 我们要选择一号和零号这个位置的参数 我们就把红灯点到零号这个位置 然后按一下开关键 现在这样子这个间隔时间没有 没有的话 这是说明是用手动贯装 就是说踩一下脚踏 它贯装一次 踩一次 贯装一次 然后比如我们要选择那个 自动贯装的时候 这个开关先关掉 灯亮了之后 按一下最上面这个键 绿灯亮起的时候 我们再按一下开关键 它就会 就会一直不停的贯 贯装它当中间隔的时间是一秒 然后这个刚刚之前也说过 可以设置时间 可以设置长一点 两秒三秒都是可以的 稍后 会访客不再来 才能干得好 如果您看上下 评订 订阅 评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